这里是葫芦岛女游毕达卡迪的葫芦古镇 带大家一起进去玩耍一下 首先大门外面是个老虎的站 可以坐火车把你拉到海边 到葫芦海湾多一圈 海边还有一个真枪实弹的射击场 葫芦古镇是以葫芦为主题 民国时期的杰柱风格 葫芦岛市啊 就是因为境内有一个类似葫芦的岛屿而得名 上个月在林里看了老式的螺旋桨战斗机 心里还在想 有生之年能不能看见一个在天上飞的 今天真的看到了 这附近应该有飞行学校 这种飞机现在一般都是教练机 咱们来看一下票价 118还挺贵 再看一下免票人群 原来从早到晚都有表演 这么多场表演呢 那就不贵了 再看一下地图 一共是三个部分 古镇 童话王国 葫芦海湾 首先里面是喂鸽子 好可爱的鸽子啊 左边是礼品店 右边是售票处 好了咱们进去了 大文上面写着辽西索要 从山海关到锦州这一段 叫做辽西走南 军事意义重大 葫芦五站里面的葫芦元素特别的多 首先第一站来到这个古匾博物馆 匾额特别多 有两层 主要展出了明清到民国所流传下来的古匾 108块 中国匾额源自商州 直到现在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 咱们一起评读一下 再往里头来到葫芦门 葫芦是葫芦的谐音 寓意特别好 也原来喷水雾 特别凉快 看这个河泥 有一只葫芦娃 这个真没想到 站在水中央 应该是水娃吧 然后到了观光车乘车点 20块钱随便做 相当合泥 然后到了葫芦庄牌坊 过了牌坊 左边是一条河 右边是关东古道 河边上这是石墨海 用以前的石墨做的石墨海洋 先看一下石墨海和这个湖 不知名的湖 石墨是咱们中国人民发明的 将粮食磨成粉的工具 现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被制作成了各种装饰品 这个湖边的风景相当不错 搞累了 在湖边大会儿秋千 写一会儿 表演特别多 但是有时间 咱们就不刻意的去等了 遇上就看 遇不上就拉倒 然后再到右边的 关东古道看一下 这个是石柱宁 也就是拴马章 拴马章是北方特有的 官府和大虎人家门口 用来拴罗马的石柱 保存最多最精美的 在陕西为难 上一次咱们已经去看过了 和咱们关东地区的比 要小巧很多 这也太粗大了 可能和咱们东北人 粗犷猴爽的性格有关吧 这个资料也是东北人 嗓门比别的地方生大 然后到了碾子山 全是石碾 石墨是把粮食 磨成粉或者浆 碾子则是将粮食脱皮 或者压碎 性能差不多 但是用途不一样 还有一座还原的碾棚 这个东西叫风车 先用碾子给粮食脱皮 再用这个风车把粮食和壳分离 见过没有 还有粮食呢 苞米 这是苞米面 然后咱们正式进入葫芦古镇 这是葫芦庄的大门 还可以爬上去 凌翔俱锐 进了庄门 右手边就是博物馆 有两个博物馆 关东民俗博物馆 葫芦文化博物馆 都在一起 先是关东民俗 这里面收藏了 来自东北民间的 5000多件藏品 用老物件的形式 介绍咱们的关东文化 所有的物件都分裂了 有十个区域 首先是瓷器区 民国的肥皂盒 架长瓶 陪架用的 这是一间关东老名居 然后到了幌子区 你看这边写来的吧 人家是 这个 还有老鼠药 做月饼的模具啊 这是 这个是修鞋的 这是个古风级 做包米花的套装 这是杀猪的 好恐怖啊 然后到了镇兆区 各类的资质 执照镇书 下一个部分 老物件区 这回来是鞋靶子 古代的穿鞋神器 鱼刀子 这是马车司机 BB工具 翻车的时候 用来割绳子的 防止马被勒死 各种铃铛 这是木匠用的 豹子 这也是木匠用的 墨斗 花线用的 花直线 这是烟具啊 抽烟的 大烟斗 下面这是 西鼻咽用的 鼻咽壶 擦擦 这是源自印度的 使用模具 制成的 尼佛或者尼塔 这是佛教用品 这是萨满教用品 萨满教是 原始宗教之一 东北的 厄伦春 赫哲 厄文克 达沃尔等族 都信奉萨满教 春芳牌匾 高级机缘 挂的牌子 下面还有 妓女阵 最下面是 男人们 翻牌子用的 牌子 哎呦 风韵牛唇 钱币 算盘 纺织工具 然后到了 衣帽服饰区 这是钱包 荷包 肚兜 古代的女人 和小孩 都要穿肚兜 上面会绣 吉祥图案 小孩帽子 古代的医疗水平 不行 小孩容易腰折 帽子上面会绣 各种动物图案 祈求健康 茁壮 成长 头饰 还有产品锁 满足旗袍 马族人穿的 马褂 三寸金莲 古代小脚女人穿的鞋 人们认为 三寸金莲 是女人最美的脚 绣花鞋 粘疙瘩 粘疙瘩 用毛粘做的鞋 桌链围在八仙桌周围的链子 枕头顶枕头上面的装饰品 这些都是满足的 满足刺绣 下面到了家具区 这是运斗 枕头 文房用品 小孩的玩具 锁具 各种锁 杆衬 衬陀 古代叫做拳 马具 东北三宝 人身貂皮 污了草 这是小孩做的 石盒 各种硅子 书装台 插屏 中药柜子 有三百多年的牛皮大骨 用一整张牛皮做的 这是古代在骨炉上面用于豹石的根骨 拔布床 中国传统家具中体型最大的一栋床 起源于明代晚期 外面的架子是用来挂杖子的 用来防蚊虫 然后到了中表区 然后到了中表区 老照片区 然后到了灯区 全是灯 然后到了契约区 然后到了鱼猎根区 这是一间木客能 最后一个区 石器区 鱼猎根区 然后紧接着就是葫芦文化博物馆 分了两个展区 第一个展区是葫芦和葫芦制品 这些都是各个品种的葫芦 刷新了咱们对常见葫芦的认知 什么形状都有 千奇百态 然后是葫芦制品的介绍 这些都是生产生活葫芦 这些是葫芦做的水壶 外面还做了个竹边 起到个保护的作用 酒葫芦 烙花葫芦 就是用烙铁花的 刀刻葫芦 用刀在上面刻的 蒸华葫芦 用细细的蒸华的 这是用葫芦做的灯 好漂亮啊 拼街葫芦 泛制葫芦 做一个模具 让葫芦在模具里面生长 长大之后就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鸭花葫芦 鸭花葫芦不需要钓刻 而是用工具在它们压出凹凸不平的立体感图案 彩绘葫芦 用笔画的 香榭葫芦 葫芦 签名葫芦 那么多葫芦签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签的 外国葫芦 这些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葫芦工艺品 葫芦乐器 这些都是用葫芦做的 然后到了第二个部分 葫芦元素的工艺品 葫芦的谐音 葫芦寓意很好 所以暖身出了葫芦文化 最后是一面墙上 展出了许多葫芦相关的字画 两个博物馆都参观完了 出来之后 这里叫十方街 有糕点铺 酒坊 还有卖葫芦的 孜然坊 裁缝铺 这还有两辆清朝的大咕噜马车 继续往里走 这里面是大神像 这里面的物价还可以 没那么黑 适合美女来拍照 穿上民族服饰 葫芦装商会 康和澡堂子 都没开门 小猫女摸豆腐 小猫女 鸣鸣 吴鸣鸣 启动 把她的眼睛蒙上 是为了防止她赚久了 头晕 还有就是防止偷吃粮食 现在到了镇公所广场 有一座昭青楼 供奉孔子的大臣殿 撞远台 葵新楼 然后到了葫芦庄镇 镇公所 警察署 都是民国的行政单位 镇公所就是镇政府 警察署就是公安局 油店局 再往里走到了小双街 这里面还有一条小尸街 然后到了福禄广场 有一座财神庙 广场上还有一座戏台 拍照也不错 这里的表演是最多的 那么多表演 我怎么一个都没遇上啊 哈喽 你会说话不 再往里走来到个土匪窝 葫芦山寨 这土匪还挺讲倒影 还有规矩 这是山寨的火房 做饭的 这一届是马厩 马的宿舍 土匪队伍还挺壮大 两个大队 右边是一队 左边是二队 这个里面是领导呆的 聚一堂 天下第一把教育 意识听 还有一间婚房 这里会有抢亲的表演 然后到了钟楼 墙上也贴了很多广告 然后到了厂院 也就是大鼓厂 再往里面走 到了地主家 王府 地主家就是不一样 两屎应有尽有 地主家三间房 在以前很牛 现在已经很普通了 游客都在地主家的大康上睡着了 然后来到了宝局 宝局就是赌场 然后到了状元桥 其实这个就是清朝大官 尹基善家的上马石 人们都说尹基善平步青云 都是因为这个上马石 引来世神学子 都过来爬一爬 被誉为状元桥 最后到了葫芦古镇的东门楼 葫芦古镇的部分就这样参观结束了 过来看那些表演的话 还是挺有意思的 可疑我用机不好 一个都没看到 再往里面就是葫芦 童话王国和葫芦海湾 这个湖叫做天鹅湖 里面有好多天鹅 那个岛上面是天鹅的家 里面全是天鹅 再去葫芦童话王国看一下 这里面还有四个地方可以玩 科普馆 游乐场 设计场 玻璃战桥 首先是安全科普体验馆 小孩玩的 我不进去了 带小孩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童话的海洋 好多都是免费的 但是没什么大型项目 都是这些小项目 不玩一下感觉亏了 找个秋千荡一下 最里面的设计场 我也不去了 看海也不去了 因为后面安排了很多看海的行程 那咱们现在就撤兵了 咱们现在返回了 来到了葫芦广场 广场上有一座葫芦仙女 侧面搭了一排棚子 美食街 这里搭了舞台 晚上肯定有表演 大家可以晚上来玩